大家好 我是愛原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攻略 原神4.6 封單全寶箱任務神童 一條龍全收集舊日斯海諾托斯區邪律上的永續 是為了舊日與明天遲來的歸鄉他的 生命在那邊超越時空的空響 退彩古堡1 神童8 寶箱26 好了那我們GPR要來到這個退色古堡 這樣一個地下矛點 這邊我們任務記得點擊追蹤目標 那過來之後往正前方 東方向地圖邊這邊往前走 跟著這個 跟著這隻貓 這邊有一個 北京密使卷1 可以撿一下 好那對號完 如果你卡在剛才那個演奏的界面的話 右上角有一個返回啊 點那個返回就返回出來了 好那對號完之後我們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我們直接往他跳啊 就跳下來 好那跳起來之後我們再回頭 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在 這裡有幾個箱子 箱上面一個普通寶箱給他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普通寶箱 然後再往我們的右手邊 南方向地圖下放這邊走 全部往前走 那 前方這裡有一個 光標 這裡我們 這個 摸一下光標 繼續跟著光標走 繼續往前 好那 這邊我們拿到這一個 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往腳低頭 從在腳底下跳起來 跳起來腳腳底下 這裡有一個摩拉堆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 然後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在對面啊看到沒有 對面那個 有一本書 那裡有一本書 我們爬到那本書的地方 這邊飛過來 往上走 這邊這本書這裡有一個摩拉堆 從旁邊啊 旁邊玩法 好那上來 拿起這個摩拉堆 那旁邊這個東西啊 我們 按一下交互鍵 也就是替鍵啊 交互鍵 然後這邊我們點一下 意記 這個元素戰記 就拿到這樣一本 書叫做 遺落的魔導書 拿到這個遺落的魔導書 在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有一顆神通 跳過來拿到這一顆神通 好我們拿到這顆神通之後 在我們的左手邊 這邊往他跳 這裡是一個 怪物真水的寶箱 我們來把戒指關清掉 好那我們切換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這裡來 把這個 矛點開一下 開完了矛點 繼續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走 一直往前走 在前方有一顆神通 一直往前 這個是世界boss 不管的啊 這邊這個神通往旁邊爬一下 爬高一點 注意體力 稍微爬高一點 然後跳回來拿到這一顆神通 好那拿到這顆神通之後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回到 墜色古堡下方 這一個矛點 好那過來之後我們往正前方 從正前方往前走 直接往前 這邊注意我們左手邊 注意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這裡有一個 書架 這邊這裡一個書架 我們點擊放入 然後把這個 遺落的磨倒書 磨倒書給它放進去 好那上面就會出現一個音符 這邊我們點擊交互鍵 切換一下那個 元素戰記 那這裡我們長按元素戰記 長按 那就這個書率會打開 這個書打開 這裡就出現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我們 別著急啊 這裡我們放開的話 這個書率會往回收 所以我們要動作快一點啊 直接往裡面跑 放開的同時 直接往裡面跑 就能激爛了 那進來的話 這邊這裡一個 怪啊 把這隻怪給它清掉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怪物金屬寶箱 我們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們清完怪之後 拿到這個珍貴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回頭 往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走 這邊要回去 走出去 回到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再回到這個 圖書館這裡啊 再次使用交互鍵 然後 長按元素戰記 這裡把門打開 我們再出去 你看它 你放開之後 它就會 它就會自動還原 還原之後我們就 進來也出去了啊 所以要動作快一點 那走出來我們往東方向地圖邊 這次我們往上面走 好 往樓梯上走 走上來之後 往左 左手邊 北方向地圖上方往上走 走上來這邊 這裡有一本書 這本書的話 我們在這裡 直接使用元素戰記啊 直接使用元素戰記 點按就行了 點按之後 我們點擊失取 失取之後這邊 點擊放入 好那放入之後 我們繼續 這裡是 長按元素戰記 好的那長按之後這邊我們直接進去啊 進去一個精緻寶箱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精緻寶箱 托頂上神通 拿到 拿到之後我們再回頭從這邊出去 好繼續長按 然後出來 好出來之後 往東方向地圖右邊這邊往上走 好那走上來 繼續往前 好那走 好那走到這裡 左手邊 有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啊 有一個 門 從這裡門進去啊 旁邊這裡有本書啊 我們這裡點擊 這個單機元素戰記 撿起來這本書 母網 左手邊這裡進去 進來這邊 把這個 矛點開一下 開了這個矛點 北方向就是上方啊 這邊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好那這邊這個解密是 這樣的啊 那他在他的 呃 這個這個 左邊以及右邊 我們左手邊 右手邊 這裡這裡 都有這樣一個裝置 其實裝置怎麼回事呢 我們看牆上啊 這邊牆柱上 這裡有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話 對應他這邊三個符號中的這個符號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啊 我們切換一下 這個 交互件切換一下元素戰記啊 那我們長按元素戰記 這裡有個東西啊 你看 你看他這個東西會往上或者往下 我們在 他這個位置啊 也就是說 在 這個符號和牆上的 符號是 一樣的地方啊 讓他停止 切耳 讓他停止在這裡啊 然後他這個解密就是這麼意思啊 那右手邊完成 我們再來 做左手邊這一個啊 這裡我們再繼續長按啊 然後停在中間 好的 那這邊這個就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曲譜吧 他就解鎖了 我們來拿到 這個精緻的寶箱 以及這個曲譜給他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曲譜 我們直接打開地圖 回到剛才我們 我們現在左下角 這一個帽墊 然後 回來之後我們 往我們的 南方向 下方這邊走 從這邊走出去 從這裡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 我們把資料轉到我們的 西方向 地圖左邊 這邊這裡有一個 限時挑戰啊 限時挑戰我忘了標了啊 那這個限時挑戰我們在這裡點擊 開啟挑戰 好那這邊我們再跳下來吃水威力 這裡順手拿到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什麼啊 這本書把它拿到 然後繼續吃水威力 好那在這旁邊 旁邊 我們的 這個這個這個傳送門的 傳送門 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在這個位置 同樣有一本書啊 把這本書這裡 使用一下元素鑽記啊 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回來 這裡乘坐這個 傳送門 好那上來之後 左手邊這裡一個 摩拉堆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 在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這邊我們再繼續吃這個 水威力 好的挑戰完成 拿到這一個 精緻的寶箱 看到了 拿完了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 這個 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地圖左彎角 也就是說我們 在我們的 旁邊這裡是這個 挑戰的底座 在挑戰底座這裡 往西南方向地圖左彎角 這邊我們跳到 下方水裡有一個 神通 這裡跳起來 好拿到神通 拿到神通之後 在我們的腳底下 我們繼續往下游 繼續往下游 一直游下來 這邊有三個 這個這個什麼裝置啊 這什麼裝置 我們看到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這邊我們 竊取一下這個 義絲 重甲蟹的 力量 然後在我們的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一個 大石頭給他炸開 炸開的話 裡面就是這個 解密的 目標 這裡我們再把它 螺上去啊 螺上來 和牆上一樣 和牆上一樣 然後在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 右上角 這邊這一個啊 這個是它背後 這裡和牆上一樣啊 也就是說最下面的一個 好 然後是我們的 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這一個 這個在 在這裡啊 這個 蒼金螺的這個地方啊 然後這裡我們再移到中間 這樣寶箱會解鎖 但是別著急去拿寶箱啊 好不要著急去拿寶箱 我們再把石條轉到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從這邊往裡面走 這裡 還有一個摩拉堆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之後 我們再回去拿寶箱 好回來拿到這一個 精緻的寶箱 然後自己保完之後我們往東方向地圖邊 我們直接抬頭往上游 東方向地圖右邊抬頭往上游 好那游到 游到這個水面上啊 東方向地圖邊我們 爬出來 好然後往前走 這邊這裡 這裡 好那這裡我們對話完之後 我們回頭看啊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這裡 點擊裝載 好的那這裡我們 對話完之後啊 這裡要把四隻怪啊 都給它清掉 好的這裡對話完之後 往我們左手邊看 在這個 頂部啊 這個什麼東西不知道啊 這個頂部有一顆生通 你爬上來拿一下 好的拿到這顆生通 然後再往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這邊 走過來 在這個華麗寶箱的旁邊 我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點擊開始演奏 那這裡的話 相當於一個挑戰啊 相當於是個挑戰 那他這個會出這樣的什麼 什麼音符泡泡 我們給他撿 撿起來就行啊 就接到這個音符泡泡啊 這不就不能漏太多啊 好 好 自己會打雷 自己注意喔 這裡特別噁心啊 這個會旋轉的這三個泡泡是特別噁心的啊 你自己注意一下 你自己喜歡嗎 我自己喜歡 好 這邊等待條件完成 最後 最後一次 好 這邊沿著完成之後會出現三個寶箱 兩個珍貴寶箱 一個華麗寶箱 我們給它撿起來 好 那撿起來之後在我們的東西南方向地圖走在角上面有一個矛點 那這個矛點的話我們往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那邊走 往這邊走過來 然後從右手邊那個樓梯 從這個樓梯往上走 這裡我們上去開一下這個矛點 這邊回頭 往上走 好 走上來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把這個矛點開一下 好 那開了這個矛點的話 我們這一批 你再來看一下 現在的成就數是 6個矛點 26個寶箱 還有3個現實條 那我們背包裡面神童有8個 好的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jusqu吧 再見 再見 sla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